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年一度的春节 一年一度的元宵征会 人们都少不了要燃放烟花爆竹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如果没有了这烟花爆竹 过年也就似乎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于是美风佳节 夜空中五彩争纷的烟花 就像是各类烟花爆竹的总动员 咱们现在还在过年期间 估计很多朋友还沉浸在过年的兴奋当中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 爆竹生中一岁除 咱们肯定是要放鞭炮的 大家伙就图一个吉利 要说烟花爆竹 伴随咱们中国人已经算是几千年的历史了 过节 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它 现在咱们市场上你买的规范的这种烟花 那燃放起来安全性是绝对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想一想 本身烟花爆竹它绝对是存在着危险的 我们怎么是把它的危险降到最低 怎么能够保证它的安全 生产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保证生产企业的安全呢 咱们今天就给您说一说这鞭炮里面的秘密 提起烟花爆竹 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刘洋 那里自古就有生产烟花爆竹的传统 进入刘洋市 无论是别具特色的街道名称 还是高耸在广场中央的烟花塑像 似乎都在告诉着我们 这里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花袍之都 在这个宋市里面就有记载 就是在我们刘洋有十家九报之称 所以现在我们刘洋三十二个乡镇办事处里面 只有三个乡镇是不做这个烟花爆竹的 然而巡视各条街道 我们并没有看出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有什么区别 仔细寻找之后才发现 在其他城市的春节里才能见到的花炮临时销售点 在这里却变成了固定的专卖店 不过除此之外 我们却仍然没有找到烟花爆竹的生产痕迹 烟花爆竹呢 确实是属于一种微爆的行业 我们市里面对于这一类的管理应该是非常规范 也是比较严格的 原来在刘洋 虽然有很多人都是祖祖辈辈依靠花炮为生 但是出于人们对安全意识的提升 以及城市的发展 在政府的协助下像这种一家一户的小作坊 很多年以前在当地就已经消失了 那么我们到哪里才能看到 现在烟花爆竹的生产场景呢 它的生产过程会不会还是很危险呢 为了解开我们一连串的疑问 当地花炮局的人员驱车带我们来到了城市的郊区 只见在一片清秀的秋林地带的山坳间 散落着许多别致的小屋 据说那里就是现在各家各户生产各种烟花爆竹的厂区 那么它的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是否会像弹药库一样 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呢 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 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 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刘永章是这家爆竹厂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 他告诉我们 无论要做什么样的烟花 卷直筒都是必须要做的第一步 只是根据设计需要 直筒的长短粗细会有所不同 而直筒是否合格会直接影响到燃放时的安全 这个局有特殊要求吗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要求 只要它的拉力够强就好 有这局可够软的 对 它这个是怎么样的 因为它那个浇水啊 它里面是含有水分的 它刚刚吹出来 它那个水分没有蒸发掉 它就吸在了纸里面 它肯定是软的 这个出来之后 有两种方式 要必须让它干燥 要么就是太阳晒 要么就进烘房 在烘房里面把它烘干 知道就很容易了 于是刘永章带我们来到了室外 今天是刘洋这里难得的大晴天 很多做好的直筒 都放在院子的空地里晾晒着 这是晾干了的吗 这个原因 基本上干燥了的 这个是 这就干了 对对对 这回捏不动了 对对对 这样使劲捏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力度就足够了 足够了足够了 敲着什么这都没问题 挺脆的就是 对 这个直管的厚度有要求吗 直管的厚度有要求 这个是我们根据测试出来的 就是装多少药量 保证它就不会炸桶这些 炸桶 这是在燃放组合烟花时 由于直桶太软或太薄 抵抗不住火药的威力而爆裂 这是最具危险性的 因为炸桶发生的瞬间会改变原来设定的爆破轨迹 容易导致炸伤人员引发火灾事故 所以虽然卷脂桶的过程很安全 但是如果偷工减料的话 燃放者就会面临很大的危险 像以前的这种手工操作 不仅效率低 而且质量也难以保障 产品炸桶现象时有发生 而现在采用机器化生产 有效地保证了设计的要求 不过刘永章说 要防止炸桶除了要保证直桶的结实程度还不够 直桶的密闭性也要过关 像这样比较粗的直桶 因为装填的药量也会多一些 所以一般为了保证强度 会用木头来做封底 之后再用厚纸板来保证直桶底部的密封性 而相对细一些的直桶 则是用当地特有的土来密封直桶的底部 俗称打泥底 这种土看上去虽然十分松散 但是据说在外粒的作用下 会成为一个结实的整体 通过比对以前的工艺 我们可以发现 过去这个外粒依靠人的经验来掌握 如果力度小了 就会给炸桶留下隐患 而现在这个力是来自于标准的机械化生产 力度的大小是经过精确计算过的 不仅省力高效 而且再次有效地保证了 人们燃放烟花时的安全 看着这一个个结实的泥底 我们可以想象 随着流洋花炮走向世界 不知会有多少流洋家乡的土 也被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不过那绚丽的组合烟花 难道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纸筒来实现的吗 现代的科技对烟花品种的更新 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来到了一个烟花生产厂家 自己建起的小小实验室 在流洋像这样的实验室 已经越来越多 我们这里主要是做烟花爆竹的检测 包括它的性能 燃放的效果 安全性方面 郑征是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 他说日常工作中 除了对烟花成品的质量进行检测之外 对原材料纯度的鉴定 也是工作中的重点 因为在自然界中很多元素是结伴而生的 比如说这个丝跟这个背 丝呢它是发红光 那么如果它的除背的这个过程没有达到的话 那么你说在红光里面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背 那么它的颜色就会砸混浊 不管是为了观察每一批材料的质量 还是为了设计新的颜色效果 正征调配不同比例的药粉 做实验是常有的事 今天它同时调了两种组合 分别装到了两个小纸桶里 说是两种 但是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很想看看 燃放时会有什么不同 虽然红色与绿色的效果区别很明显 但是我们发现 不管是多少种药配在一起 只要把它们放在一个纸桶内 就只能产生一种颜色 一种效果 所以那多彩的烟花 实际上是有很多个 装填了不同药粉的直桶 共同达到的效果 那么没有特殊的设备 这么多药桶放在一起 普通消费者在燃放时 怎样才能保证 他们不会同时被点燃 而是可以按照事先的设计 依次打上天空 来达到各异的观赏效果呢 在厂区里 我们追寻那些 已经密封好底部的直桶 来到了一个大厂房 在这里 这些直桶被一根根引火线 连成了一排 别看这引火线 只有一进一出短短的距离 但是 只要是不会炸桶的合格产品 就足够保证 每个药桶依次被引燃 而一排的数量 与排列方式 也是预先设计好的 最后 每排直桶又被一进一出的引火线 分别连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烟花的雏形了 可以想象 只要我们燃放时 按规定引燃最外面的引火线 这个组合烟花 就可以自己完成设计的造型 不过此时的直桶里还是空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生产 还都在厂区最安全的区域内 与此同时 在厂里的另一个区域 生产看上去就要谨慎了许多 每个进入的人 一般都会先摸一下 设在路边的这个金属球 为的是去除身体上的静电 防止不经意间的火种 引发事故 厂区内 每间厂房不仅狭小 而且几乎都是镶嵌在山体里的 原来这里就是危险等级最高的 制作烟花爆竹药粉的地方 这个车间是配药的 也就是我们这些红光绿光 这些炸药什么的 这些做烟发的 所有的这些药 都是在这里配成有什么颜色的 它这里是原材料 这个是仓库 这个也不是仓库 这就是说中短的吧 就是今天要用的药 就是分成几次的把它拿到这里 中自远是刘阳的本地人 从小就跟着家人做爆竹 如今他负责着哥哥经营的 这家爆竹厂的技术管理 说起制作烟花的各种用药 也是如鼠家珍一般 这是铝黏粉 这是一种铝的粉末 它是产生光的 这个是树脂 这个是养发铜 养发铜就是做蓝光用的 这个冰金石 它就是做什么的 就是做黄色的黄光 就产生一种黄色的光 它的蛋酸丝就产生红色 它是白的 但是它通过药理反应以后 它就是红色的 像这种是菌手物 海绵钛 它产生一个白色的亮光的 一个好长的尾巴 那应该是也会着 它也会着 但是它自己不会着 它需要用养发剂 这些烟发材料把它烧着 点着它 出于好奇 记者也抓了一把金属乌环茶 但是同样想去触摸另一桶药粉时 却被中资源阻止了 难道这种药很危险 不能碰吗 它是用于做响纸 这个能摸 但是搞得手上会装 它是怎么来 它产生的一种响纸 就是咱们那个响纸啊 爆发呀 打到天上去 能看到有声响的 有效果的 它就是用这个配置的 原来烟花爆竹 虽然属于危险品 但是它的原材料 单独放置时 却是相对安全的 就算这样 这个配料间里 不仅放置的药量不多 而且还为配料的过程 单独隔离出了一间 所谓配料 也只是将所需要的药粉 精确地按照比例称号 放在一起 只见配料师 每称一样 就放到另一个工作间的盆里 在这个过程中 它只能单人操作 所有的动作 都要尽量轻缓 避免撞击 而略显沉旧的装束 则都是纯棉的 有效避免了 静电引发的火花 最后根据需要 几趟往返之后 终于配好了一小盆 配料师 用推车 把它送到下一个工序 去搅拌 说到搅拌 中资源说 这是制作烟花爆竹 所有的工序中 最危险的了 那么我们还能见到 搅拌的过程吗 整日里 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们 有什么方法 来避免危险的降临呢 这个烟花行业里面 最危险的厂处 就是在这一带 这个是咱们 这个烟火药的 这个自动粉合的 一个机器 就是说我们的工人 把那个刚才在那边 配好药的这个药 拿到这里 倒到这个斗里面 人就从这里走开 到外面一个地方 去启动这个机器 粉合好了以后 把机器停掉 我们的工人 再把这个药拿走 就是在机器运动的时候 我们附近的这个几十米 都不能够有人在走动 如果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 人是没有危险的 就最多是这个机器损犯 以前这个烟花厂里面 做爆竹的这一块 做烟花的这一块 有很多人就是在 配药塞药 用手工操作的时候 出事安全 中资源说 混合药物时最怕的 就是摩擦与撞击 而机器在混合时速度很慢 力度也很均匀 气垫之间又做了软处理 所以也大大降低了 搅拌的危险 追随着混合好的药物 我们沿着厂区里 这条特制的小路 赶去下一个工序 可以看出 这里的每个工作间 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而它们之间 全部都用着回廊 连接在了一起 宛若公园里的长廊一样 而这长廊有效的方便了 在南方多余的气候下 烟火药物的频繁搬用 混合好好的药物 根据不同的需要 会被送到不同的车间 加工成不同的形状 比如在这里 就是要加工成圆柱体 药粉在加工前 先要被调湿 这不仅是为了方便压制成型 同时也是为了 让加工变得更安全 观察了一会儿 我们发现 不仅在压制时 工人会离开操作台 找隔壁的房间 去遥控机器 而且每压过几批药力后 工人还会仔细的 把机器清理干净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对于一个安全的要求 不使这个药结块在上面 任何一种药都可以靠它来压 只能够说颜色药 这个光药 像爆炸药是不能压的 在另一个加工车间 我们看到 工人一直守着一台 不断旋转着药物的设备 只见它不断地往药物上 喷一种液体 而且还会经常用手去触摸 并且在不停机的状态下 把药粉直接混进去 难道这里就没有爆炸的危险 不需要安全防护吗 没有爆炸的这个危险 它只有元烧 就是说如果万一让它着火 又点着它的时候 它也就是个元烧 它不会爆炸 原来在这里加工的 都是烟花中所用的效果药 而这种加工的方式 让我们想到了 北方制作元烧的过程 滚得很干净的时候 完了 又干燥了又打湿一下 打湿一下又把药粉放进去滚 最后慢慢的它就自己 就很原整的 很结实的一个亮度就出来了 那它手不会搅住 搅进去啊 不费不费 它这个里面是光滑的 没有什么东西的 你可以这样问你一个 就是说没有什么 不会上手的 你可以摸 有点像瀑布的感觉 它是不伤手的 这样的 其实手上也没留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 干净的 加工成不同形状的各种原料 最后根据设计要求 被添加到了各种直筒泥 而这个过程 具有爆炸威力的黑火药 用量并不大 它只是为了将装在 小小内桶中的效果药粉 送上天空 并引燃它们 在最后的包装中 烟花的出火口处 都会包上这种锡纸 为的是防止 先被引燃的药物 落下的火星 意外引燃后面的药物 那不仅会破坏 原有的设计效果 也容易引发事故 而外包装上的识别码 可以让消费者轻松的 追踪到产品的质量 体验过了烟花的生产过程 当夜幕降临时 我们很想看看 这一箱箱的烟花 会是什么效果 只见燃放师 不仅为燃放 找了一个相对宽团的空地 而且还细心地 检查了放置的地面 是否平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怎么说 鞭炮也好 爆竹也好 烟花也好 它里面都是含有大量的火药这种成分的 所以当它猛烈释放自己燃料的时候 化学能量的时候 那个爆炸还是很有危险性的 因此我们讲 生产过程当中讲究安全 讲究我们必须把质量搞上去 但是燃放的时候 咱们也得小心 总而言之 这种东西看起来好看 但是绝对是存在着风险的 无论是生产 运输 销售 还是燃放的环节 因此 咱涂 这个喜庆的时候 也千万别把危险带回家 祝要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的 这新的一年里 万事顺心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烟花爆竹增加了节日气氛 烟 潭流雾 却污染了环境 现代科技能让传统烟花变身 环保烟花吗 敬请收看烟花爆竹 纳元宵下集